崔永元的Eursus大轰炸,你占谁? 国有商将何无恙,一直被众人期待的大轰炸也成功进入暑期的。 正当众人都在为词骗疯狂打口欧的时候,周围却有一些异样的声音对大轰炸进行连环轰炸,而这个声音正是来源于崔永元老师的爱重禅时官,听上去是不是很扯?那就搬起小板凳来听小编一一导演吧。 来到崔永元的微博里一看究竟对大轰炸的不满和反击还真是一正言辞,刚正不讹啊,先是斥责大轰炸最穷剧组电影拍摄花费远高于10亿人民币。 接着首次范冰冰和一对明星夫妇涉及阴阳合同,除此之外,还以再强调金融理财产品的钱都是上海老百姓的血汗钱养老钱。 崔永元还通过各种晒投资合同曝光演员片酬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言论的真实性。 大轰炸电影正处于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崔永元接二连三抛出的石锤让大轰炸被迫推到风口浪尖上,严重影响到大轰炸电影的宣传发行。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无端抹黑,大轰炸制作方并没有选择沉默,反而是积极处理,正面回应崔永元对大轰炸的连环炮击。 大轰炸。 账战并并不包括主要演员及特别出演的明星片酬。 从公开的拍摄组和主创团队的声明中也可以明确得知电影的票房收益都将用于那些被金融案件殃及的受害者百姓。 就连大轰炸导演肖峰也在第一时间回应2016年3月资金链锻炼后的两年时间,大家都在倾尽全力把濒临烂尾的电影挽救过来,一行只想取得一个好的票房成绩,靠实际行动帮快录案受害百姓讨回他们的血汗钱。 面对大轰炸,坑枪有力的回应,崔老师要的石锤很明显已经凉凉了。 他的微博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乱码模式,就连16年前农业不颁发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时管理法也被截了部分内容拿出来继续斥责大轰炸。 有良知的正义只是司马三计在微博做出了啪啪啪的打脸回应。 最后真正能挽回老百姓血汗钱的难道不是大轰炸上映后的票房收益吗?